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碗豆汁 先来一碗 门碟 门碟是热的吗 来俩 来一个酵汁 来点咸菜 本杰明像胡同里的老北京一样 每天的生活 从老北京的豆汁和胶圈开始 本杰明来自美国 2014年起 他就一直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 本杰明从小出生在美国的蓝领家庭中 父亲是一位装修设计师 而母亲是一位香港的华裔 虽然在美国出生长大 接受了美国式的教育 但是一半的中国血统 在本杰明内心深处埋藏着探寻中国的种子 也是山里屯 也是国贸 任何设计一个城市 你可以找到类似的一个地方 但是你在这些胡同 这是北京的特色 这是你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 更深入地了解北京胡同 像地道的老北京一样生活 这成为本杰明心中的一个愿望 他平时教公立学校的孩子 学习英语 因为本杰明的教育方式 很快赢得了孩子们的喜爱 孩子们给他起绰号 叫酋长 酋长也是养道士 现在呢要去盘家园 要淘点老东西 淘点中国的老东西 所以今天都穿着我这个 养道士的范儿 淘点老酒 夜幕降临 本杰明拿着自己逃来的老物件 去跟胡同里的收藏老友老编 一起去分享他的这份喜悦 雷猴啊 雷海云楼啊 怎么样 还行 挺好 行 这是过去的从前的图案啊 嗯 对对对 是针线盒 对 对对对 好看吗 这一块是家里 家里有个正硬 有意思吧 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现在的胡同 不只是老北京的胡同 是有中西文化的碰撞 就是很多东西 你得去了解它 你才能享受 才能真的享受它 好 哎 先生 早 早 先生 哎 早 吃一块 耶 哎 去买菜是吧 冷不冷 慢点 就是我理 我不能太长时间离开胡同 我那个开玩笑的说 像那个灰姑娘啊 就是到了晚上那个十二点 他的马车会变成南瓜了 对吧 我也离开了胡同时间太长了 我也会变成南瓜 对 就是因为太浮躁其他的地方 我这里就是家 他妈咪 你不喜欢这些花子 跟他妈咪 有点赌心